故事的开头,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主人翁,小丽 她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资女 那手中呢,握有一桶小小金 那因为呢,不甘于朝九晚五的单调日子 想趁年轻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做梦的机会 想做讨鸡的小丽,一开头思索着 到底想要开什么样子的店呢,宠物店 发觉说除了店命,开办费,还有一些进货 大约两百万跑不掉 如果考虑连锁加盟店,也至少要一百万上下 不然来个小本的生意好了 到早逝或晚逝,摆个摊位 但是呢,这个要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很辛苦哦 所以在整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小丽发觉创业不是只凭着一股热情,冲劲 那会死得很快哦 创业要成功,规划是一定要的 尤其是财务的规划 因为从开办费,还有市场跟销售的一个预测 要筹资,要融资,都跟财务会计是洗一洗相关的 经过了仔细的规划跟评估 小丽决定先从早餐店开始 拿着手头上20万的现金 再跟银行借了30万来购买一些生产的一个器具 那开始准备当老板哦 可是在开店前一周 小丽开始盘算着 到底要卖什么东西呢 那卖什么样子的一个价格呢 要不要打广告呢 那这些东西要怎么来 要不要再请个人手呢 这一大堆数字的问题排山倒海而来 眼看着开张日一天一天的逼近 小丽开始体会出 原来啊,当老板也不是那么轻松哦 小丽想到 大前言一在她的极占力 这本书中曾经指出来 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之下 要成为世界级的人才 必须具备有三个能力 首先就是语言力 这是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再来是解决问题 还有财务力 尤其是后面这两个能力 是一体两面的 因为在数字管理时代 如何活用会计观念 解决经营管理面对问题 那是企业主最重要的任务 因此小丽了解到会计的重要性 那接着下来 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开始学习会计咯 但是对于像天数一般的财务报表 并不是一番就能够看得懂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轻松学会计呢 在这里啊 凤姐教你三个建立正确的学习形态的people 首先要有耐心 要能够培养与数字对话的能力 再来是细心 要能够精确的掌握财务数据的关键 因为财报上面的每个数字 实际上它代表的就是企业经营的线索 那要阅读财报就好像是扮演 福尔摩斯一名侦探一样的一个角色 你要试着从蛛丝马鸡当中去发掘真相 所以对于数字来讲 必须要养成斤斤计较的好习惯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千千万万也不要漏了小数点哦 再来 必须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说每隔三位数加一个kama 的一个好习惯 因此 小丽了解到会计的重要性 那接着下来 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开始学习会计了哦 但是啊 对于像天数一般的财务报表 并不是你翻一翻就看得懂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轻松学会计呢 在这里啊 凤姐教你三个正确的学习心态的people 首先 要有耐心 要能够培养跟数字对话的能力 再来是细心 要能够精确的掌握财务数据的关键 因为呢 财报上面的每一个数字 实际上它代表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线索 那阅读财务报表就应该像扮演福尔摩斯 名侦探的一个角色 你要尝试从各企的财务报表的数字上面 去加以比对跟组合 这样子的话 你就自然可以找出公司现况的一个真相 当然这是非常有趣的挑战哦 那你记住 头脑是越用越灵活的 那跟数字沟通跟对话的一个能力 也是一样 你常常跟数字做沟通 你就渐渐的能够去掌握数字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信心 要能够克服对数字的一个恐惧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学好会计 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庞大数字的一个恐惧 因为在你心生恐惧之下 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有抗拒的心态 自然你就不愿意去碰触数字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去学习会计了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 你缺乏信心 不只是会计 无论是哪一个专业学科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学得扎实 所以平心静气的来想想看 财务报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吧 又不会把你给吃掉 所以只要你放慢脚步去接触数字 阅读数字 自然你就会慢慢的开始去接受这堆数字 在心态上不要紧 只要你能够拿出信心来面对财务报表 这样子就能够顺利的踏出学好会计的第一步 在心态上 就能够拿出信心来面对财务报表